现在终于来见识阿里巴巴奇亚的商场 亲产你啊 这里啊 天猫与我 潮流玩具forkmark 在内地真的周围看到这些机 像是买那些护肤品的 哎 想不到阿里巴巴有自己的门盒套餐 接着合马 飞猪旅行 这些我都不知道了吗 想不到内地都现在走着元宇宙NFT 现在第一次见到是NFT机 这个就真的是NFT了 图片JPG一张 它的NFT是偏向实体化的 今天来了我阿里巴巴奇亚的商城 看看我点了个 好像好像 而且最便宜的 人家杭州这些都已经是这些自助机了 真是很厉害 这个样子 这个是美美的杭州的潜河江夜景 在对面的CBD 有点小小像上海的菜滩 特别啦 哇 真的漂亮 这次的菜滩 馆内气排的木雕 精致工艺的木雕 不同国家的国旗 非常广阔大的空中花园 五楼的花园还具有餐厅 來了現在 大家最後一天在杭州 終於我試到這個 說是杭州必吃的 網紅芋頭蛋糕 芋頭味非常香濃 甜度適中 不會太嚴 三十七元 個人覺得少少便貴 逛街的時候 見到一間甜點 跟杭州去天真 原來現在火車不用再用那些回鄉證 拿票再入閘 直接在這裡買票 只要記錄正確的回鄉證號碼 就可以拆回鄉證 就入閘了 不用取票了 看到嗎? 現在我也要去天真 你懂得吃嗎? 很辛苦 終於來到天真 現在在等巴士 賀雲的酒店 那些景點 真的遠得飛起 原來是超近北京 坐火車半個小時就到了 The next morning 大家現在 我來坐下 在夜半面 原來我是松蘭方城市 叫北方城市 好記錯 好像這些北方城市 就是輕吃麵 吃炸魚 吃包子 叫做五色炸醬 和白雞 這個才21元 就是那幾大 鼻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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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鼻 終於見識這個了 我來天津最大的目的就是在這個超級美的中國天津圖書館 我真的為了它選擇這個天津的目的地 被稱為中國最美的圖書館 會擺相應的視覺 旁走進了未來的世界 這個圖書館的設計 是由荷蘭的設計師務所語 天津市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建築分院所 合作設計的圍繞著圖書館中央的球體 像極樂星球的軌道 非常具前衛未來感 此圖書館建構出地上有六層高 目前館藏數量有二十萬 預計還可以達到一百二十萬測藏數量 最上面的圖書都是假書來的 是書的貼紙 看到有荷蘭BC後味 是荷蘭BC蜜蘭 我先試一下這個蜜蘭 藍色的冰淇淋 藍色 是最喜歡的銀色 是荷蘭BC漿 是經典的牛奶冰淇淋 味道挺好吃 很開胃 真的是人生第一次搭這麼多地鐵 看到我兩邊開門 超型 是八年古蹟的星巴克 它前身就是浙江的輕業銀行 這個地標景點 走那個星巴克店 接著就經過這條商業街 這裡是李玲 在隔壁是LIKE 兩個在隔壁平台打對台 神奇